你 好美 葳葳 别玩了 过来一下 干嘛呀 你的工资 工资不都发卡里吗 你有卡吗 好 就这么点 这儿是不是就我工资最少啊 你的工资待遇都是李总定的 有什么问题找他说去 回来 干嘛 还有奖金啊 签字 对了 我提醒你 第二场比赛的时间是十八号 十七号你务必要赶到曼谷 千万别忘了啊 还有啊 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喂 蚊子 我这天给你发微信 你为什么都不回我呀 我没看见呀 最近 最近太忙了都 你借我十万块钱 喂 说话呀 五万也行啊 你可真仗义 你没钱的时候 谁管你吃管你喝呀 等着我冻生在气的弄死 喂 夏天 我这一天给你发微信 你为什么不回我呀 我可能是睡魔中看见的 醒来之后就忘了 不好意思啊 微微姐 你什么 借我十万块钱 微微姐 其实我们都听说了 你最近落难了 知道我落难了 还不来拯救我 你哥轮着法的严肃警告过我们 谁也不认识借给你钱 要不 你最近表现好了一点 说不定 你哥过几天就把你姐进了呢 是吧 喂 喂 喂 李东 你给我等着 总有钱 你让骂我手里 骂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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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 手势 这段期间 全部用不上了 我会给你放到一个房间里 单独做保管 钥匙我替你拿着 什么时候考核通过了 什么时候我会把钥匙还给你 听明白了吗 松手 手多了啊 这就对了 你松手 我告诉你啊 反抗是徒劳的这个 喂喂 你叫我 放我包和手势 那房间钥匙你有吗 没有 那你知道我哥 把钥匙放哪儿了吗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信不信我开了你 你开了我 我也不知道 你 你还有事吗 温温 没事儿 没事儿了 赶紧走 赶紧走 我哥 你给我有什么事儿啊 爷爷 我最近可可怜了 我哥那个大坏蛋 把我发配到老店 逼着我天天刷碗 还得收拾剩菜剩饭 就连卸货 捣垃圾 这种粗活我都得干 我吃不好穿不好的 工资少的 连我塞牙缝都不够 爷爷 你能不能救济救济我呀 我没听见 说什么 我说 能不能借我点钱 不能 我就知道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何其活来欺负我 爷爷 你不是不借我钱吗 那就别管我都客气了 我借你个导用用 大不了回头再赎给你呗 您好 女士 刚刚我们和老板确认过了 这个烟斗给您估价四千 四千 你们老板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这可是我爷爷收藏级别的烟斗 买的时候起码好几万呢 对不起 我们只能给这个价 而且既然这个烟斗 对于您来说意义这么大 我看您还是别当了 起码八千吧 那六千 只能四千 给钱 来 来 李东 梅姨 您怎么来了 我到财务给大家报仗 顺便来看看你 欢迎 您坐 不打扰你吧 不打扰 您喝水 谢谢 维维这两天表现得怎么样 比钱强多了 我跟你说 梅姨 维维这个丫头啊欠管教 她要是有表现不好的地方 您尽管说 不要给她留面子 一定 对了 维维病怎么样了 维维维什么病啊 你司机说了她这两天病了 要请几天假 她说这事你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那也就是说维维现在不在店里面 不在店里啊 不在店里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阳头怎么还关机了呢 这阳头怎么还关机呢 人家反正 別人 先 rid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爷爷 您见到薇薇了吗 什么 我说您见到薇薇了没有 薇薇啊 薇薇这 这个点 她应该在老店呢 不在 一天都没见到人 还跟小赵说 跟我请了假竟骗人 现在哪都找不着她 手机还关机了 不是 您再仔细想想 她没来找过您吗 你说她跑了 不会啊 她兜里没钱呢 对了 不是 她昨天还跟我借钱来着 我没借她 薇薇管您借钱了 坏了 没有啊 我记得我就放这儿了 我天天放这儿 我每天我还擦呢 这 这怎么就没了呢 爷爷 爷爷 别吵了 别吵了 来 您坐 来 坐 坐 怎么就没了呢 你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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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怪了去了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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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不远了 好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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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放哪儿了 一九六零年大师座 全球限量一百把 编号第四十九 说什么呢 我听不见 爷爷 我说啊 这把斗啊 全球限量就一百把 一九六零年大师座 您最爱的那一把 编号第四十九 它不 不见了 就你说呀 我 我早就我这知道 是的 你说这饭香咋贵了 找这门钱找不着 那肯定是丢了 东东 你这想方设法 得给我找回来 我跟你说啊 那是你奶奶临终前 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 是我的最爱 新的 我一次我都没用过 我舍不得 真是老鼻子钱了 是 爷爷 您看看 我知道这把斗 对您的这个意义 这奶奶特地送给您 但是您这一辈子的念想 是我们全家的无价之宝 您放心 我一定把这把斗 给您找回来 行吗 爷爷 我跟你说 你 你这想方设法 给我找回来 嗯 他别给卖了 要是卖了 那就找回来了 你说他要跟我借钱 我借给他不就完了吗 哪有队藏的事呢 他肯定是缺钱 把这个东西给卖了 你 我这可怎么办呢 那就等于把你奶奶给卖了 那我这念想就没了 爷爷爷爷 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爷 这么想事可就大了 我跟你说您身体不好 心脏不好 您可千万别在想啊 您想的在出什么事我可 我我我我我可担不起这责任 爷爷我跟您说啊 就算李维维 他大逆不道啊 真把这斗给卖了 我也一定替天行道 花多少钱 我也把这赌给您赎回来 行吗 原封不动的 送回到您老人家跟钱 那说话算什么 我保证 好 我替天行道 我听听理的 你一定给我找回来啊 我一定找回来 找不回来怎么办呢 找得回来找得回来 找得回来 您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打电话行不行 您别着急 早知道我就把钱借给他 说人气说人气说人气 我现在打电话 你别着急 千万别着急 爷爷爷 喂 小董 马上查一下 各个航空公司 有没有李维维的订票记录 对 现在马上 查到之后马上告诉我 就这样 爷 您听见了啊 我没听见说人 我让人啊 去查李维维的行踪去了 看他最近都去哪儿了 您放心 有什么消息 他立马会反馈给我 爷 您千万别着急 您顺顺钱 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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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您别着急 您顺顺 顺顺顺顺顺顺